这下是完了 话音高落来事了 兄弟们你敢相信吗 马上六月风了下雪 看看山上兄弟们都是雪 我就说嘛 昨天晚上给我冻醒了都 哎呀佩佩佩佩 我这徒弟啊就这么冷的天 能睡住 你看看 让他先睡着吧 我呢吃个泡面 我先挖去 等他一会儿洗完了 吃完了再过来换我 这个挖树的活呢就比较着急了 所以说我们两个拢着班的倒 基本上呢挖机是不停的 昨天大概粗略的算了一下 一天大概能挖个1000棵左右 昨天呢好多兄弟说 你挖树就挖树呗 你把它树干缺舌干啥呀 第一主要这个树也没用不要了 第二呢就是主要是为了好挖 给它树干缺掉以后呢 不挂油管不蹭油漆 要不然啊 这个油管上面塞的到处都是树枝子 反正树不要了缺掉不就完了 视线也清楚干活也好干 要不然啊打得不太顺手 这下是完了话音刚落来事了 兄弟们这是哪漏液压油了这是 警朵慢朵还是把液压油管给挂上了 哎呀好像在这个位置 对哦这个这个 液压快捷的油管 小凤其小凤其 螺丝松了 把这个螺丝拧一下就好了 还好是个小支线啊 不是那大动脉 要不残了这 徒弟起来了 徒弟干一会儿 这会儿天气好多了 哎呀呀呀呀呀 往这边来呗 哎呀心疼啊 没有办法挖吧挖吧 没事没事 发现了个好东西兄弟们 小时候经常见的一个东西 你还记得他吗 用你的家下话 说出他的名字 哎呀 可有年头没见这个东西了 我也就奇了怪了 我在前边挖 后边跟了一大群 大家看 发现没 老是跟着挖机跑 也不知道啥情况这是 莫非这包喜鹊 知道我要挖他的喜鹊窝 这就不好意思了 这也不能怪我啊兄弟们 要怪就怪东家吧 我也没折了 你说你这坐窝也坐得巧 两边这两棵树不坐 就坐中间这棵上面 就我刚才这个洞角 我估计也没有在家的 哎算了吧 不挖了给他留着 东家来了再说 里边小鸟是没有 万一有鸟蛋呢 等下班了 我爬上去看一看 要是有东西呢 就给他留着 要是没东西呢 咱明天就给他挖了 又是一天啊 兄弟们 日落还是挺漂亮的 还是有个徒弟好啊 你看 大黄又不用我亲自上手了 好吧兄弟们 今天就给大家更新到这 喜欢我的视频 给我点个小赞 我们明天再见 谢谢大家 感谢